如意传,这部大型宫斗剧已经圆满落幕,剧中的如意在最后去世时,终于得到了解脱,他与乾隆之间最终渐行渐远,直到去世时,他也终是看清了帝王之爱,而乾隆听到如意去世的消息,满脸的悔恨与彷徨,又在回宫后发现如意美,由己自己留下之言片语, 更是由爱转恨,让他死后想不到应有的尊荣,如意的那句,蓝音续果,简单的四个字,道明了二人一生的感情,他也随着飞絮到了自己向往的地方,网上播出的大结局是乾隆在老了以后,取出自己珍藏的如意断法,与自己剪断的一缕白法,与他的青丝放在一起, 面前放着一枯青梅,但是这并没有将全部的大结局播放出来,今日网上流传出一段如意死后,乾隆下令他与淳飞葬在一处,所以自己并没有单独的领寝, 宫外的蕊心与江宇斌,就在外边给他建造一处陵墓,每年如意的忌日二人都带着女儿前去祭拜,蕊心还告诉女儿,这位祭拜的人,是他的干娘,生前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,海兰众人在之后将真相告诉了乾隆,乾隆知道后痛心不已, 而李玉也将蕊心夫妇的行为告诉了乾隆,乾隆为此很是感动,并出宫来到了如意墓前,恰好看见年迈的蕊心正在为如意扫墓,心中大为惭愧, 就下令封他二人的女儿为公主,晚年更是荣华富贵,这段的剧情不知什么原因就没有播出,但这段情节与历史上是不相符的,历史上的乾隆确实是有一位养女,但这位养女的生父却是乾隆的弟弟,和亲王洪咒,洪咒这个亲王可以说是大清朝最荒唐的王爷, 乾隆很疼爱这位弟弟,在登基之后,就将宝亲王府的一切东西都赏赐给了他,还在他犯下错误后,不责罚,他最喜欢的就是给自己办葬礼,让大家都假装自己死了,有人说洪咒是假装出来的疯癫,为了避免自己向前朝九子夺敌时候,八野党的悲惨下场,但无论是真假, 乾隆对待这位弟弟是真的不错,还将他的女儿认为义女,封为和朔和婉公主,后来下嫁到蒙古,这样看来,乾隆封蕊心的女儿为公主,说的就是这位和朔和婉公主了,但是将宇宾却不是亲王洪咒,与历史相悖,参考文献,青史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